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阿萨德今天宣布免去西甲普总理职务,并任命第一副总理奥马尔·格拉万吉为民事总理。叙利亚官方并未解释西甲普被解职的原因。 同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西甲普发言人的话说,西甲普现已脱离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自由军保护下抵达约旦。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称,该组织帮助西甲普离开叙利亚的计划经长久部署与详尽安排,政府军曾在续约边界部署大批军力阻止西甲普出境。 叙利亚政府尚未就西甲普离开叙利亚的消息予以正式回应。 如果相关报道属实,西甲普将是自去年叙利亚国内爆发冲突以来脱离阿萨德政权的最高级别官员。 阿萨德政权内部近来不断曝出高官叛逃消息。 中东舆论认为,如果阿萨德不能加强内部控制、团结各方力量,其政权稳定性堪忧。 今天,叙利亚反对派叙利亚全国北援会说,另有两名政府部长和三名军官与西甲普一同逃亡约旦。 西甲普等高官的辩解表明,阿萨德政权正在土崩拔解。